嘿,大家好,我是艾爾文 最近一直在玩燈光,希望打出一些特別的層次出來 好,今天這一集是開箱單元 前一陣子我跟武藝去了菲律賓嘛 千島之國 所以去菲律賓的時候 就一定會去海邊或出海 那這種地方 如果要使用單眼來拍攝的話 我真的會非常的擔心 那要用什麼樣的攝影器材來拍攝是最適合的呢? 毫無疑問的 當然是小小晶片超廣角 擁有高幀率又防水的GoPro 無論是拍攝旅遊影片或者是Vlog 都是最佳的選擇 我不會說是Sony的RX0 因為我根本沒有用過 但是GoPro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而是剛好在那一陣子 菲律發布了他們最新的運動型相機的三軸穩定器 菲律G6 他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用的是GoPro 5沒有畫面穩定的功能 在G6的上一代G5發布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說G5是GoPro最好用的三軸穩定器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G6還能夠有什麼樣的進步呢? 還真的有 這個是盒子的外觀 裡面包含了收納盒 G6的穩定器 26650的電池 螺絲和備用螺絲 MicroUSB的數據線 Type-C的充電線 說明書還有保固卡 這個收納盒很好 真的好 有足夠的保護性 然後還有這個手提握把的地方 那裡面的空間感非常的足夠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把GoPro拆下來 也可以直接收納進去 但就是 稍微大了一點 因為出門旅遊的時候 我想要把它放進去我的後背包 是有那麼一點點困難的 所以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希望這個收納包 再小一點點 但是至少要可以同時裝得下 G6還有GoPro G6的機身做工非常精細 質感很高 特別是手握的這個地方 有一層膜 在網路上面 我看其他人稱之為 親膚材質的包膜 非常的舒服 那機身的重量 包含電池還有GoPro 大概只有不到600克吧 超級輕 我們可以從它的外觀 就看得出它跟上一代G5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第一 很滾舟的這個地方 採用的是斜角的設計 那GoPro的螢幕 就再也不會被擋住了 我想這個應該是趨勢吧 因為現在看起來 各家都做出這樣子的設計了 那第二 不再需要配重塊 G5的時候這邊還有一個配重塊 現在不需要的 那第三呢 就是在手把的上面這一邊 你們可以看得到 有一個OLED的螢幕 可以看到電池的電量 使用模式 WiFi藍牙的狀況等等 第四 多了幾顆按鈕 後面的這顆按鈕 就跟我之前開箱過的 Alpha 2000一樣 讓你可以在跟隨模式底下 或者是半跟隨模式底下 一按 馬上就鎖定了 那在任何情況底下 你只要按兩下 它就可以恢復到原本 開始平衡的位置 這個功能超級無敵方便的 那至於這個可以左推或右推的 這個機關呢 就是可以讓你拍出破水平模式 比如說像這樣子 一邊推進 然後一邊旋轉 正面這邊有四項搖桿來控制方向 那下面這一顆按鈕 就是讓你來切換模式的 那這些都是跟G5是一樣的 那最下面的這一個 是錄製鍵或者是拍攝鍵 在旁邊還有一顆 在哪裡 這邊 旁邊這邊還有一顆小小的按鈕 是設定鍵 下面有一個Micro USB的插孔 是用來充電使用的 錄製鍵跟設定鍵 在G6透過WiFi連接上GoPro之後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也是G6最大的功能特點 只要GoPro和G6透過WiFi連接上之後 你要切換GoPro的模式 再也不需要按旁邊的這個按鈕了 你只要按旁邊這一顆按鈕 你就可以切換它的模式 切換成拍照或切換成錄影都OK 要錄影或拍照的時候 也不需要按GoPro上面的這顆按鈕 或者是你也不用在人群當中 很尷尬的說 GoPro開始錄像 GoPro停止錄像 有時候真的超尷尬的 你只需要按下面的這顆按鈕 就可以開始錄影或拍照 這些功能都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當你只有一隻手 要來控制GoPro的時候 全部都可以在G6上面 就可以完成控制了 長按旁邊的這個按鈕 你就可以對GoPro的拍攝來進行設定 比如說幀率畫質廣角等等 都可以透過四項搖桿這邊來操作控制 那機身的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孔 是四分之一的孔 可以讓你把轉接頭裝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把手機 或者是麥克風夾在上面 因為很多人在使用GoPro來拍攝Vlog的時候 遇到最大的一個困難點就是 GoPro的收音效果非常差 會外接麥克風來使用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麥克風夾在這裡 然後搭配三軸穩定器 畫面又穩定 收音效果又好 機身上還有一個隱藏版的插孔 在這邊 小巧的一個 可以讓你直接接上 官方所附送的USB Type-C的充電線 來對GoPro直接進行充電 G6的續航力是12個小時 很夠用 我一整趟菲律賓之旅 6天5夜 只充了一次電 還可以讓GoPro來進行供電 G6的防塵防水等級是IP67 那因為GoPro5以上的機子 基本上全部都是防水的 所以下雨天拍攝完全沒有問題 雖然說在產品的資料介紹上面有寫說 禁止接觸任何鹽水或海水 但是我這次在菲律賓之旅當中 我還是有接觸到 但是沒有任何問題就是了 大家也不要輕易嘗試 回歸三軸穩定器的本質 G6各種模式都有 包括了跟隨、半跟隨、鎖定模式 按三下就可以切換成自拍模式 按四下可以開啟旋轉式的縮時攝影 這些都是飛羽三軸穩定器的基本功能了 每一台都有 那穩定效果呢 飛羽出了那麼多代的運動型攝影機的三軸穩定器 從G2還是G3吧 一直到G6 然後還有WG2 穩定效果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實際上使用了 也的確是如此 非常的穩定 那我知道很多人關心的一點就是 電機的聲音 也就是在使用GoPro搭配G6來錄影的時候 會不會有那個嗡嗡的聲音 會不會被收錄進去 嗯 加減難免還是會有一點 但是不明顯 我必須說 GoPro本身的收音品質的確就不好 如果說你想要收到非常乾淨的聲音來拍攝Vlog的話 我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去用一個外接的麥克風 然後連接上GoPro來進行錄影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徹底的被解決了 最後我想要提出一個 也不知道算不算很愚蠢的問題 就是鎖上GoPro的方式 難道真的就只有用螺絲來鎖的這種方式嗎 我真的覺得我每次要換電池啊 就要把這兩顆螺絲然後把它轉開 然後拿起來換了電池之後再把它放上去 再把兩個螺絲把它擰緊 這道程序對我來說真的是太麻煩了 我是一想天開啦 或許未來可以試試看什麼強力磁鐵 就是把這個鎖定的鐵片直接這樣 就吸上去這樣子了 也許會方便很多 如果飛魚可以把三角架把它放在標繪板裡面的話 那就更完美了 我現在使用的這個就是我自己另外在額外買的 飛魚G6三軸穩定器 目前在台灣的售價是7500塊台幣 堪稱GoPro三軸穩定器的第一把交易 看看原廠的GoPro Karma Grip 12900 無論在價格、功能性、實用性上 都比不上這一台 推不推薦? 當然推薦 對了,這不是業配 好,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歡迎訂閱按鈴鐺 也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有在玩GoPro 或者是正在尋找運動型攝影機三軸穩定器的朋友們 我是艾爾文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 喜歡這支影片